山人们大吃瓜叫你下山学习PT了 因为我们开始帮你们删减SST了 与此同时大吃瓜还全网独家首发了超高频难题 绝对主义的考场原文以及原因 想知道这道题答案怎么样升级了吗 赶紧看好我们本期的整体预测吧 OK顺便还要给大家说一下 本期Read aloud DI ASQ RO等诸如此类题目都有新增哦 你还等什么呢 赶紧看好全网唯一家破解City的整体预测吧 温馨提示 因为预测文本篇幅有限 所以如果各同学发现在预测当中 你只看到了某一个题目的代号 并没有找到对你的原文或者答案的话 那么各位同学就可以 你在预测当中看到的题目代号 在我们每月更新的高频合集一金金当中 或者是我们最新升级的基金十三当中 找到对你的原文以及答案咯 温馨提示二 因为PT就在考试 是全球统一题库的 所以无论接下来 各位同学在世界上任何的地方参加PT考试 PT大西瓜每周整体预测 都是适用于你的哦 想要用市面上提量最小 却最精准的PT整体预测 帮助你快速拿到PT目标分吗 那你还在等什么呢 赶紧看好本期预测的更新吧 哈喽各位同学大家好 This is aka 人间最会教PT的Jacky老师 欢迎各位同学收看PT大西瓜每周整体预测的视频讲解版本 那么本期咱们整体预测所覆盖的范围是2021年的5月5日至2021年的5月11日 所以如果各位同学也会在接下来这一个时间的或者近期一个月之内要参加PT考试的话 那这一份地表最强独家攻破我们C定题的整体预测 那你可千万不要错过哟 OK首先就是要来给各位同学分享一个最利好的消息 就是大西瓜开始为各位同学的SSD减负了 并且各位同学相信大西瓜的减负是还能够保障咱们整体预测SSD部分百分之百命中的哦 OK本确实呢帮各位同学删除掉了两道我们之前的一次题 因为通过上一周各位同学考试呢会帮我们发现了这两题确认是不积分的C定题了 那么我们就从我们的预测当中把它给拿掉了 更重要的一点是本期预测呢帮各位同学全新升级了我们之前的Absolutism OK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绝对主义 那本期升级呢主要是我们找到了考场当中的原音频以及考场当中的原文 OK所以告诉各位同学啊这道题呢从此之后就再也不叫Absolutism了 这道题之后就叫做Moral Objectivism and Absolutism OK这道题呢主要是两个方面 所以各位同学赶紧一定要把咱们最新预测当中的文本以及全新难备好 因为曾经的答案当中少了一个绝对重要的关键词 就是我们的Objectivism OK所以这个词相信各位同学在考场当中99.99%都是听不到的 那么这个词请一定要在我们的文本当中准备到完美哦 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Ryphone Dictation Ryphone Dictation呢本期我们升级了我们的版面 是打西瓜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版面升级 那么这次版面升级当中呢我们为各位同学用西瓜开始 标注这道题的重要度了OK 各位同学可以在我们的预测的文本当中看到 那么西瓜个数越多说明这道题近期被考到的频率就会越高 它的重要度自然而然就会更高 所以各位同学一定要把我们的这一个西瓜个数数好 让你在被考的过程当中更加的有重点哦 哦对了本期预测在WFD里面 还帮各位同学确认了曾经的一个一次积分题目 那么这个一次积分题呢本期我们确认了积分 所以一定要开始准备起来咯 那么接下来呢是我们的summarize written text部分 本期没有任何的更新 相对来说整体的题库是非常非常稳定的 与此同时呢咱们的essay部分 依旧是大西瓜给你固定了超过半年以上的那31个题目了 OK 大西瓜是全我们唯一家 可以保证在去年的时候就只有这31个题目的机构 因为我们是破解C顶第一人 所以一定要把我们的预测看好 千万不要再去看那些预测里面有大量C顶体的预测 因为它只会耽误你们的备考时间 OK 接下来呢在我们的read aloud的部分 帮郭同学确认了一题最近比较高频的全新的题目 那么这题呢相对来说难度系数是有的 由于中间相对来说生词可能会对大部分东西来说比较多一点 那么这篇文章也请各位同学从今天开始之后 就在我们的文本当中拿来练起来咯 OK 那么接下来呢是咱们的di的部分 di的部分呢本期预测帮郭同学确认新增了一幅咱们的这种霸状图 OK 所以这个图片呢象征出难度系数并不是那么的大 各位同学拿着你的模板好好的配合着练起来就OK了 好 那么接下来呢是我们的answer short question 部分 回答到问题呢本期则帮郭同学新增了两题 OK 这两题呢难度系数并不是特别的大 OK 但是呢还是希望各位同学能够认真的准备起来 因为毕竟ASQ这道题啊文字太小也适合 而且它会对各位同学的口语内容分以及听命内容分起到相对来说比较重要的影响 所以请各位同学一定要关注好我们的新题哦 OK那么除此之外呢本期预测当中在reorderedparagraph的部分也帮各位同学添加了一题确认几分的新题 所以这道题目呢已经各位同学看起来了 那么这一道题目呢是一个四句话的题目 相对来说呢难度系数不会很大但是它还是能够给到各位同学更多的联系 所以请一定要把这道题准备好哟 OK那么以上就是本期预测全部的更新了相信各位同学会发现咱们现阶段PT的题目真的越来越稳了 而且大西瓜现在已经在努力的帮各位同学进行题目的删减 我们接下来呢希望各位同学在未来日子当中能够用最短的时间 用最好的基金拿到你的目标分 OK那么我们就下一次整体预测再见哦拜拜 对了最后问一下山人是什么意思啊 为什么我们小助手今天给到我的文稿里面 要让我让大家下山来学PT呢 在线球舞解答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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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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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